-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么台股今天很明显的量缩 目前的录影时间是刚好一点半 这一盘的量价还没有进来 那指数是还小涨6点 财量只有1688亿 反正量加进来之后 可能今天连1800亿都没有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美国的联总会FED的会议 在这个礼拜三 礼拜二礼拜三 台北时间礼拜二礼拜三会结束 那在台北时间礼拜四的凌晨 会有他的最新的利率的一个决策 那市场普遍预估 原本是预估可能要升四码 但联总会的官员战术来否认 那都认为说升三码是够的 所以这一次的台北时间 周四凌晨 联总会应该会升四码 那升完之后 那下一次再升就是七月份 抱歉九月份 所以这个就是近期的最后一次的升息 那再来就是要九月份 那也会是在股票市场里面可能是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 应该说不是利空 就是所谓的比较负面的一个股市的因素 所以在礼拜 今天礼拜一 所以礼拜二礼拜三之前 我们认为这个量缩是合理 因为就是准备要升息 市场就等 就是说反正升息完之后 比较确认了没有什么意外 那个量应该就会比较明显上去 所以今天的一个成交量 最后版还没跳进来的情况之下 是只有1688亿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整理的态势 然后我也说前就剩这么少 去年是动辄4000多 5000多 6000多 还有7000多的 那常常4000多 后来说到剩3000多的时候 大家还不太习惯 偶尔出现4000多就觉得还不错 结果后来变成3000多 2000多 现在1000多亿是越来越长出现 所以这常常量变成 就是说只有去年高峰的 可能有时候剩下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钱就只剩那么多 那你就没有条件 把还有一万4000多点的台股 这么大的市值 你说拱得多高 然后整个所有的族群都一起涨 就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市场就是它只能轮 钱就那么少 所以今天可能电子股涨一下 或者是电子股里面IP股涨一下 隔天可能轮到比如说网通股 车用股 或者IPC等等 各个族群在那边跑来跑去的 然后这个礼拜 比如说今天的电子股 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新闻 金元代工的成熟日程的代工价格 好像说开始在浪一些价格 就是有点叠价的一个动作出现 然后一些特定的IC晶片 价格也跌了不少 所以就是说有一些负面新闻 那电子股涨升息对电子股都不利 所以今天电子股它就是整个又 好像又比较趋于整理 然后这礼拜是生计周 生计股又整个又上来 但整个来说就是说 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轮动的架构 因为成交量 最后一盘补进来 成交量有到1823亿 最后一盘的量有补的比较大一点 有100 这个应该是有100多亿 100多亿 我看一下 132亿 132亿 那1800亿还是少 所以这个礼拜在生计前 我认为都是一个这样说 但你也不要看 就是说今天生计股很强 你就去追 因为生计股前面已经整理三个礼拜 所以生计展 借由这个题材再涨一下炒一下 合情合理 这礼拜都有机会 但会不会一炒完 结果又休息三个礼拜 不知道 所以你还是尽量不要去追到 然后趁着拉回去买 就是包含7月份跟第三季 会非常明确会好的股票 那经科来说 上个礼拜三的高点来到331.5 礼拜四高点来到344 礼拜五找完最高来到351块半 尾盘是掉下去 那今天先打到310块钱 但是低档的买盘把卖压通通吃光光 中场差一点快要平盘 尾盘小跌3块半收325块半 跟低档310差了15块钱 所以代表就是说盘中可能有人觉得 IP股今天比较弱势 然后又听到一些好像是是而非利空 可能就先卖一趟 就又被人家买上来 所以这个买盘又把卖压都试光光 那目前空单是2789张 最近稍微有点增加 但基本上还是维持大概是2800张的水准 都是在一个非常高的水位 因为我知道市场很多人对于 就是说过去这一年多以来 营收总是只有几千万 好像喊了一两年的量产 好像一直都没有看到真正一个实现 而其实你真的去了解说 IC设计股一颗IC的开案研发 然后一直到测试 到头片量产 其实一两年是短的 两三年这个是常有的事情 所以从两年前的经济科 接到所谓的行政电脑的一个处理器 经过这一年多的一个开发测试 到现在准备要量产 那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这个空单 是因为认为之前的营收 始终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起色 所以才会累积这么多 但是其实我说 7月份的营收如果真的有入涨 就代表前面的开发到最后的测试阶段 就已经告一个段落 这边前进来后面是准备要投片 所以7月份的营收至关重要 只要前进来 大概后面的投片的时间就确认了 投片量也会确认 到时候股价就会展开真正的一个强势的组成端 所以这个空单到时候会有非常大的河通压力 在几乎面的部分 算成353块到360块钱 这一波从452块 瞬间杀到220中间的最大换手量 就在这两个 大概在320到360块钱 这中间卡的一条巨线 在353 所以我说353到360 这边是一个关键的压力点 如果说可以站上突破 那前面就没有什么量了 前面这个量就很小 所以只要站上突破 股价如果说很快的回到440块这边 我认为合理 因为前面是没有压力的 没有压力的 那重点还是在于 就是说基本面的发酵 那7月份你说至关重要 我说行政电脑 如果说真的给它投片下去 因为大陆在政策的部分 4年要换机8千万台 里面总共5个投标的厂商参与投标 而且据我了解 大陆的标案 好像也不是真的说 各个厂商去真的去投标 因为他们的政府的形态 跟我们不太一样 所以好像是他们商务部基本上只要决定说 那这5家厂商各自要分配多少 商务部就可以决定 并没有真的一个投标的过程 所以其实这5家公司应该是人人有讲 只是说看谁的本事 拿的多拿的少 那4年8千万台 如果说它是5家里面占2家总共占4成的话 总共有3200万台 这么大的量 是有可能是金医科要拿下来 那今天其实最近有一张股票非常强势 就是2388的威胜 今天又亮灯涨提 上礼拜五其实我就有提到说 因为市场开始在传说 威胜有接到大陆的造星 然后透过威胜要跟台积电投片 然后伸展处理器 也是要抢就是所谓的 大陆的行动电脑换机的这一块的一个商机 所以威胜就是因为这个利多 所以股价最近就是连续性的喷出 那我也说到底威胜有没有接到这个订单 说真的 我对这家公司了解不多 目前并没有非常的确认说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利多消息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讲就是说 即便威胜真的拿到造星的订单 那跟金匹科也没有任何的相关 因为金匹科在五家的投标的厂商里面 有两家客户 没有是造星的 所以造星就算真的有他的标案的订单 转给威胜 透过威胜去台电下单也跟金匹科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这中间并没有所谓的任何的抢单的问题 这是第一 那第二 造星据我们了解 他的处理器的体积很大 然后金匹科做得很小 金匹科体积可能是造星处理器的大概三分之一大而已 所以就说一片12寸的晶圆 可以切出的数量 金匹科是造星的三倍 因为造星体积大 他做不出太小的处理器 成本的话金匹科就是三分之一 造星就是三倍的成本 所以未来就价格上的竞争力 金匹科竞争力强的相当多 而且金匹科在制程的开发上 研发上 产品的研发上 有台电在帮忙 所以产品的功效 效能 频率超频的时脈 都非常的优秀 比大陆产品优秀相当多 简而言之 金匹科是台积电在帮忙的 处理器做的又小科 成本又小了很多 大概是有三分之一 那你出场价格也比别人低 但是你的表现比别人好 所以竞争力是强得不得了 所以真要说是谁要抢谁订单 我认为有条件抢别人订单 或是金匹科 但是因为这种是标案 它有可能是中国官方就已经分配好的 所以你说有没有谁抢谁 我认为其实大概都不会抢 可能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个分配好的市占率 所以就是你有你的单 我有我的单 那你做你的生意 我做我的生意 那应该彼此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抢单的一个问题 所以威胜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个 新的造新的案子 然后透过威胜来下单给台积电做投片生产处理器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是过去威胜在这一年多以来 并没有开案这一个新的处理器 你都没有一个研发的过程 突然间就说要投片了 我也觉得还蛮奇怪的 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们就祝福他 他有他的业绩 他去标他的 但跟金区哥并无相关 那其实电脑因为市场就是那么大 如果金区哥可以拿到四成的市占率 我说明年的营收大概就超过50亿 那明年获利也会超过50块钱 大概从第四季陆续开始量产之后 营收就会开始往上跳 可能初期一两个月 可能营收没办法跳到非常的高 但到明年我认为就是说 营收一个月超过四五亿是基本 所以到时候就说 我就说市新当初营收 从三亿四亿五亿六亿七亿八亿 一路上去的那个成长轨迹 金医科完全会再复制一次 所以明年营收到超过50亿 获利超过50块钱的公司 股价只有300多块 这真的是太过便宜 接近2800张的空单 多空表态的时间在八月初 八月一号下午只要公告云收 如果确认云收有进来 我相信公司都跟法人说 只要钱进来 他就会发重讯做说明 这个钱是什么新的合约 或者是说后面要投片 他就会说明 确认后面陆续投片的时间点 数量只要出来 股价应该就上去了 到时候软空行情就会非常的精彩 我想我们就是最后的一个等待阶段 剩下最后一个礼拜了 下礼拜一就是白月一号 慢慢的等待 然后再来你要选的都是说 七月份营收跟第三季 相当明确 进入旺季 而且毛利率 营业率 营收 获利 都要往上走的公司 这边股价都会有机会 只是说它有一个轮动的架构 我就说可能今天车用 我明天IPC 后天网通 然后IP股 IC设计或者生计股或者航运股 就是说你变成超速上要多一点点耐心 那下半年的有两个东西 都是进入旺季包含Apple的 跟车用的部分 所以我们上礼拜有布局档 Apple加车用电池的双体财标股 就6217的中碳证 盘中就摆脱前两天的拉回 那股价非常强势的 大概涨了超过4% 尾盘也不错 涨3.5%收62块 那第一期赚1块 毛利率32.8% 这速式都相当漂亮 第一期赚1块 毛利率32.8% 然后第二季我们估计可以赚大概1块6 毛利率拉升到35到36% 我说毛利率走势非常的重要 因为今年电子股为什么会跌这么惨 就是有很多公司 比如说IC的上游的相关的晶片公司 去年涨很多的价格 库存就累积了很多 就今年价格掉下去了 库存目前销不完 所以毛利率会大幅度的衰退 但是反观来说 有的是上售下就肥 所以当毛利率往上营收 也往上的相关的公司 就会整今年强势的主流股 水中暗争第二季的获利率成长 估计6成 从1块到1块6 毛利率就没有衰退 而且成长从32.8% 跳升到预估35到36% 而且第三季才真正进入旺季 包含Apple的订单 跟电池的探证的订单 都将进入到出货的旺季 所以我们估计7月份营收会更好 第三季的营收会整个往上跳 那这个又回到我说的 我们坚持只买金贫股 今年的电子股 确实会比较辛苦 因为很多公司去年的基期相当高 毛利率 营业率 获利 营收 可能都到历史的最高最高峰 那今年很多基期高 那个调整的时间可能都要长达 短则两季 长则三四季的时间 那个就是要时间来做一个 产业面的一个调整 所以反过来就是说 如果今年是毛利率 营业率 什么都往上的公司的话 那这些电子股相对少数 它就会在电子股里面呈现 一个非常强势的走势 所以地安记的选股一定都是要以数字为易贵 比如说网通加低轨卫星的一档 上礼拜是布局的新的金鸣股 那礼拜五涨5.48来到31.20新高 就是30.12的建汉 那我说它网通跟低轨卫星的地安经年非常好 今天稍微做拉回 尾盘也拉上来 中长小跌0.25收29.9算是30块钱左右 那这一波是一路往上 礼拜五创高稍微做拉回今天流的一个下影线 还是维持在50线以上超级强势的整理 那它前面两个月的营收 连续两个月月增75%跟76%是超强的走势 其实我也强调很多次了 今年会好的包含IBC网通 其实都是上售下肥 IC缺货的问题解决 那毛利率也增加 之前几亚的订单 整个全面的一个开始大量出货 所以六月份营收大增76% 七月份更高 而且我们估计第三季的营收计真八成 应该会是整个网通类族群 在第三季的营收计真率幅度可能最大的公司 那当然是受惠网通的产业之外 低轨卫星目前的收获也非常的积极 所以这两个产业都大好 第三季上看八成的计真率 那股下也难怪 增长所有均线上当其实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那去年11月份的高点37块多而已 从这边到那边大概20几%的空间 我认为要到前面高点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因为重点还是在于 我们今天是买的都是金铭股 这些公司都有非常好的毛利率表现 盈域率或者是EPS的表现 或者是成长性非常的强 或者在一个领域有相当高的市占率 就像金铭科未来去美化的过程 我认为它在中国大陆市占率是最大的 当这些条件都具备 那这礼拜可能先反映一下 即将的升息量缩一下 等到升息的事情 这个气氛都反映完毕 然后确认升息的量一回来 这金铭股我认为就都要大标 所以还是要回归选股 回归到数字最好的金铭股 休息一下我们再聊其他的金铭股 那么回归到基本面的部分 第三季看起来相当明确 也是收费IC不再缺货 整个营运会呈现一个非常明确的 旺季还有包含车用的相关的题材 那以比如说梗鼎来说 今年的AM的市场 在美国的部分是强劲的一个成长 车子变贵了通膨 大家买不起太多的新车 所以呢就修车的一个市场 就整个出现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成长 包含什么东阳梗鼎鼎都一样 都一样 那梗鼎因为股价低嘛 基息低 那第二季估计可以赚大概七毛钱 第一季赚0.35 第二季赚七毛钱 上面就上半年就有赚一块 那下半年就更旺 而且第四季是AM市场的真正的车子 到冬季会碰撞的旺季 所以到时候第四季又会更好 所以今年看起来要赚个两块半 到三块钱不是问题 但股价只有20块钱出头 本益比相当的低 空单又超过5500张 那这个嘎空行情的话 我认为抓个三成 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股价低嘛 就是20块钱涨到26块 其实真的要涨就是几天的事情而已 然后精确是我认为会是电子的超级黑马骨 因为它有电动车的电子的外壳 这个订单大单易住 那六月投产第一条 这个新的产线 营收就暴增了七成 那第三季还有第二条 第三条产线要扩 这个扩产 要投产 所以六月 只是今年三条新产线第一条 就让营收单月暴增七成 状历史的新高 七八九月第三季还要陆续投产 第二条第三条 营收一定会冲上天 所以闽石集团 放弃了A股的上市 资源会挹注到精确 这高档已经量做整理 一二三四五天了 只要一根补量 我认为很快就会上去 这是车用股的部分 那另外 我们有布局一档 低价超强的转机股 礼拜五是大涨的9.6% 一档全新的布局 今天早上盘中利用盘下买进 尾盘股价又再度的翻红 所以我们就趁着拉回买 然后翻红的过程就小赚 我就慢慢脱离成本 那主要是第三季呢 一方面要出车用的零组件 那这是大单 那另外AirPods 就是这个Apple的无线蓝牙耳机 也要推新的耳机 它的内部购建订单 这是两个都是大订单 所以估计营收将会打好 重点是股价也是只有20出头 20出头 那上档没有压力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现行 目前稍微量缩整理一下 那股价是20出头 而且车用的连接器的订单 跟AirPods的订单 这个都是大单 所以一旦 营收获利拉出去 我相信像这20块的股票 短线要很快速的涨个三成 都不是什么开大的困 所以我们坚持买的 都是数字最棒的精品股 他们都有最强的毛利率 影域率 最强的EPS 或者最厉害的成长性 或者最高的市占率 只要满足这些条件 当大盘开始直稳 陆续做一个中期的反弹的时候 这股票都有超过三成的空间 那欢迎大家来加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搜尋小鼠StarMaster 或者扫描电视机前QR Code加入之后 你只要在11点多会有我的解房文章 那对你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同时留言正义加留言电话 就可以得到一档虎年新标股 就八月份最新的标股 也就是这一档低价超强转机股 有超过三成的空间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 大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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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